又到了我們說說的時候啦 哈囉嗨嗨嗨 歡迎回來每個禮拜六的提心你一下 不知道大家上個禮拜運勢過得還好嗎 接下來呢我要講4月25到5月1號的生肖運勢了 好快喔我們又來到了5月 時間真的是不饒人啊 最近確診真的是每一天都破千里耶 大家一定要清洗手戴口罩 沒事的話不要去那種聚集很多人的地方 千萬一定要小心的防疫啊 那麼本週呢有哪幾天是需要特別注意的特殊日呢 第一天也就是4月25號 4月25號這一天呢只可以開光喔 除了開光之外的活動啊 集市都是欠佳的 尤其是要小心喝醉這方面的問題啊 除此之外呢交友也要小心喔 還有喔病氣這方面的問題也要特別的去注意一下了 那麼第二個特殊日呢是4月17號 人丁益損凡事都要小心 千萬要切記誤急誤衝喔 做事情呢都不要太過急躁了 好啦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講健康要注意的生肖了 本週呢健康要注意的生肖上榜的有兩位生肖喔 而這兩位生肖啊都是開黑 第一位生肖就是鼠龍的朋友們 鼠龍的朋友們這一周啊會有血光之災 而這個血光之災呢是千萬要小心頭部會有撞傷的風險喔 那麼第二個呢是感染的問題 你現在說到感染這個問題就非常敏感了 每天都有很多人確診跟匡列 麻煩你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這周很容易會有病氣入侵喔 那麼第三點呢是吃壞東西會拉肚子 麻煩你或從口入 所以啊這周呢飲食方面呢麻煩你多上一點心啦 那麼本週呢鼠龍的朋友們的幸運色呢 是淺黃色跟米黃色這兩個顏色都可以為你帶來小確幸喔 好啦那麼我們第二位健康運上榜的生肖是鼠老鼠的朋友 鼠老鼠的朋友們啊這一周啊要小心防範攝護腺炎方面的問題喔 如果有攝護腺方面的問題的病症產生的話呢 請盡速就醫千萬不要拖 這種症狀啊拖久的話你也知道真的是非常不方便的 一定要小心注意你的身體健康了 那麼這周呢除了攝護腺方面的問題呢 你這一周啊也會因為心情的持續的低落 導致你跟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都很容易有口角方面的問題產生喔 所以是啊感情跟健康書到書的朋友們這周都要特別的注意啦 那麼本周呢你的幸運色是紫色 凡請多穿一點你的幸運色的衣服或者是攝帶幸運色的小物的話 會為你帶來開運的效果喔 這樣啦書到書的朋友們 好啦講完了健康運上榜的朋友們呢 接下來呢我們來講工作運上榜的生肖朋友們了 本周一味開紅一味開黑 我們先來講開紅的朋友們好了 本周呢開紅的朋友們呢是屬牛的朋友們 屬牛的朋友們啊這一周啊你的工作運真的是一飛沖天啊 會得到老闆的嘉許喔 屬牛的朋友們啊這周呢除了你在工作上表現的可圈可點之外呢 你還會有仲介財跟買賣財的發生喔 如果你最近啊有想要買房子啊 或者是你是在做從事業務方面的工作的話呢 這周會大喷發 請你好好把握住你這一周的工作運去多開發你的新客戶 以及聯繫你的老客戶 你的老客戶裡面中會有很多你的貴人 他會幫你介紹很多新客戶的喔 好好把握住這一周的機會啊 屬牛的朋友們 那麼本周呢你的幸運色是大紅色 麻煩你一定要多穿帶一些紅色的衣服 或是紅色的內褲 會為你帶來小缺行的 加油啦屬牛的朋友們 剛剛不小心露了一個工作運也是開紅的生肖 也就是屬蛇的朋友們 屬蛇的朋友們啊 這周啊你也跟屬牛的一樣 有很多好運在你的工作上會發生 本周呢會有貴人相助 那這個貴人相助啊會提醒你在你的工作上 不管是你拓展業務版圖啊 或是幫你介紹新的案子啊 都會在你的事業上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喔 請你好好把握住這一次的機會 如果有同事啊或是上司啊 可能要帶你出去交際應酬啊 或是認識新朋友的話呢 千萬不要漏掉這樣的好機會啊 這個好機緣啊真的是得來不易啊 各位屬蛇的朋友們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那麼本周呢你的幸運色是淡藍色 如果要出去交際應酬 談生意或是談合約的話呢 麻煩你穿上藍色的襯衫 或是藍色的正衣啊或是正裝啊 都會為你帶來小確幸的 會讓你簽約順利合約順利談成喔 叫啦各位屬蛇的朋友們 好啦接下來呢我們講開黑的生肖 也就是屬老虎的朋友們 屬老虎的朋友們啊這一周啊 你會有心懷不軌的這種小聲音 小心思出現喔 而這個心懷不軌呢 是你會盜用公款 盜用公款就是你可能拿公司的章啊 或者是拿老闆的章啊 私自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請你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你會把官司惹上身的 而這個惹上身的話 也會導致你日後 根本沒有辦法找到好工作喔 千萬千萬不要做壞事 各位屬老虎的朋友們 聽清楚啦 而這周呢 你的幸運色是綠色 請多穿戴一些綠色的衣服 或是小飾品 會為你帶來小確幸 會為你開運的 加油啦屬老虎的朋友們 講完了工作運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財運好了 本周財運上榜的有兩位生肖啊 一位開紅一位開黑 那我們先來講開黑的生肖好了 本周呢 開黑的生肖朋友們 是舒馬的朋友們 舒馬的朋友們 這周如果有人要跟你借錢的話 麻煩你大聲的跟他說不 而這個跟你借錢的人呢 會是網友喔 是你素未謀面的網友 如果有人跟你借錢的話 麻煩不要借給他 因為你如果借給他的話 真的是一去不復返了 這周呢 除了借錢會可能被騙之外啊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你的股票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周呢 你的股票如果操作不得當的話呢 會大量的了錢喔 所以啊 麻煩你這周還是守成為要 不要再往裡面投入過多的金錢 而且呢 最重要的一點是呢 千萬不要去開槓桿 去借貸 你這樣子呢 只會把洞越挖越大 永遠填不滿喔 各位數碼的朋友們 麻煩小心提防這方面的問題了 那麼本周呢 你的幸運色是白色 如果要出門啊 或是出遊的話呢 當然現在確診率這麼多的話 還是少出遊為妙啦 幸運色是白色 多穿一點白色的衣服的話 會為你帶來開運的作用的 這樣啦 數碼的朋友們 接下來呢 我們講開紅的生肖朋友們 本周偏財運開紅的生肖朋友們呢 是數珠的朋友們 數珠的朋友們啊 這一週啊 你的公司會接到大單 而這個大單呢 是來自於你過去的小學朋友 給你推薦的大單喔 恭喜你 這週的公司運啊 真的是會賺非常非常多的錢 會賺得波滿盆滿 而且呢 如果你有準備要做公司 要簽場的準備的話呢 這週呢 可以開始去做規劃 可以開始去看地 或者是找業務啊 防重啊 幫你去看新的場地了 那本周呢 數珠朋友們的新綠色 是深綠色 恭喜你 麻煩你 穿上深綠色的衣服 好好地去談你的生意 借你的大單吧 各位數珠的朋友們 好啦 講完了財運 接下來呢 我們講感情運 本周感情運上榜的 有四位朋友 第一位朋友 就是數兔的朋友們 數兔的朋友們啊 這一週啊 你們如果是情侶吵架的話 會和好 但是呢 我要奉勸 女生 數兔的女生 麻煩你收收心 不要再花心了 因為你真的太多人追 太多選擇了 如果你下定決心 要跟現在的男朋友 好好在一起的話 麻煩你好好的對待對方 但是你要是還是很愛玩的話呢 麻煩你放過人家吧 好嗎 千萬不要去傷害別人的心啊 如果真的是下定決心 要跟對方和好的話呢 請你收起你的花心 不要在外面流連忘返 流連花叢啦 各位數兔的女生朋友們 注意喔 是女生喔 好啦 那麼本周呢 數兔的朋友們的幸運色是 黑白灰 這三個顏色都是你的幸運色 多穿一點這個顏色的話呢 會為你帶來開運 跟帶來小確幸的喔 叫啦 各位數兔的朋友們 不要再花心啦 第二位上榜的生肖朋友們呢 是鼠羊的朋友們 希望那朋友們啊 這周啊 會遊戲喔 那這個遊戲呢 是有人要求婚成功囉 你們可以開始準備 就是論及婚嫁啊 或是討論 婚禮要辦哪裡啊 或是要怎麼辦啊 去見對方父母啊 把這些事情啊 婚禮的事宜呢 都順理成章的安排上 第二個呢 喜事呢 是養寶寶們的父母吵架的話 這周會和好 那不就是我爸媽嗎 好像是這樣子耶 好啦 這一周呢 鼠羊的喜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一周的感情運啊 好好的去跟另外一伴 討論一下你們未來的婚禮 要怎麼籌備的話呢 會有很多好消息 會第二連三的發生的 那麼本周呢 你們的幸運色 我也穿在身上了 也就是黑白格紋 或是黑白條紋 都是非常OK的 下禮拜我要每天都穿這個格紋出門 好啦 恭喜鼠羊的寶寶們 把握好這一周的感情運啊 加油 好啦 那麼我們第三位感情運上榜的朋友們呢 是屬雞的寶寶們 屬雞的寶寶們 屬雞的寶寶們啊 這一周你的喜訓是 母雞寶寶們懷孕囉 如果懷孕的母雞寶寶們呢 麻煩趕快可以開始安排婚禮了 沒錯 你沒有聽錯是還沒有結婚 還沒有登記的母雞寶寶們 會有喜 這也是天大的好消息 你說是吧 那麼我們就能順理成章的趕快把婚禮 棒棒棒棒棒 趕快辦一辦吧 可以趕快就是帶你的另外一半 去好好的跟你的父母溝通協調 然後可以開始籌備婚禮了 好啦那麼第二個好消息呢 是男生還沒有脫單的 這一周會有人追你喔 你沒有聽錯是 女生會來主動追求你 請你好好的與對方相處 這有可能是你的真命天女喔 把握住啦各位公雞寶寶們 好啦那麼本週呢 你們的幸運色是白色 請多穿一點白色的衣物或是小飾品 會給你帶來小確幸的 加油啦各位屬雞的朋友們 接下來是最後一位感情上榜的生肖朋友們了 屬狗的朋友們 這周你開黑 那麼這一周呢 你會有三心二意的問題發生喔 而這個外遇 欸不對 而這個三心二意的對象 會是你的同學 不管是小學同學或是國中高中同學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反正過往 你們的關係是同學 可能是因為你們 因為很久沒有見面阿 大家一起出去阿 結果經由酒精的催化之下呢 讓一段情愫發生 但是奉勸你 就算要開始一段新的感情 也不要是在還沒有結束前一段感情的情況之下發生的 請你好好的三思而後行再做決定 而不要是在一個就是酒精的催化之下 胡亂下的決定的 各位屬狗的朋友們 保持理智 保持清醒 好嗎 那麼本週呢 狗寶寶們的幸運色呢 是黑色 如果要出去玩阿 或者是出去見朋友阿 談生意的話呢 請多穿一點黑色的衣服 會為你帶來小確幸跟開運的效果的喔 加油啦 保持理智 好嗎 各位輸狗的寶寶們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們講出行運要注意的生肖朋友們了 本週出行運上榜的只有一位生肖朋友 也就是屬猴的寶寶們 屬猴的朋友們阿 這週不立南下也不立北上 這個南下呢 是指台南平東 而不立北上呢 是指新竹以北的地方阿 就要看你base在哪裡 這週呢 如果是出行的話呢 你往這兩個方向走的話呢 你的計畫會放水流 會放最老阿 是不會成功的喔 所以阿 不如你往下面兩週去安排 重大計畫去行事的話 會比較沒有任何的風險 而如果你要是出行的話呢 會有咳嗽、感冒、流鼻水、拉肚子的問題發生喔 最近真的是疫情太猖狂了 能夠不出油 不出去出差的話 就好好的待在家裡好好的防疫吧 那麼本週呢 屬猴寶寶們的幸運色呢 是綠色或者是紅色 欸這兩個是對比色耶 這兩個顏色的話呢 穿出門的話 都會為你帶來小缺心的 如果是要出於彈身陰牙 見朋友的話呢 麻煩你 多把這兩個顏色穿上身 叫啦屬猴的朋友們 好啦 那麼本週的提醒你一下 就先講到一個段落了 欸今天是4月20號 那我看到的確診人數有2300多人 每一天都有越來越多人確診 請大家一定要 親洗手 戴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不要出去外面怎麼聚眾啊 或是遊蕩啊 越來越多人被狂烈了 那感覺這疫情 現在一時半會也很難 會有一個和緩的狀態啦 大家還是防疫第一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難雜症 需要處理的話呢 不管是你的工作感情 還是婚姻 底下呢 有我的聯繫方式 可以到我的instagram找我 如果有看到留言的話 我都會回覆的 那就希望大家平安喜樂 保持健康 先這樣啦 掰掰 下週見 如果妳喜歡我的頻道 小題大作 提醒妳一下 提點迷津 提升心呢 還有其他百貴的話 趕快幫我訂閱 點贊 加分享 掰掰